大家好 我是德国牙凤姐 我的频道就是展示一个二婚女人 教导德国怎么融入她们的生活 展示德国人的生活方式 和我一个作为中国人在德国的生活感受 有的时候呢 我的观点可能不符合你的观点 但是这就是我的观点 今天是周日啊 太阳好得不得了 跟昨天那个冻得要死的天气比起来 简直就是春天的一道暖光啊 现在我们已经准备了 开始吃 德国的蝴蝶结面包 德文叫brezza 新鲜出炉的 还烫烫的呢 他们就是用碱水做的 热乎乎的 在德国的话就是即使你在中国 你也会到就是吃过 德国的蝴蝶结面包 德国的蝴蝶结面包呢 一般正常在宝兰娜餐厅的话 一般正常是15块钱一个很小的 那肯定呢 跨过大洋了嘛 跑过去的 你说能不贵吗 对不对 其实在德国他们这里的话 现在是9毛钱 9毛欧元一个 比以前涨价了很多 其实以前的话只要六七毛 现在涨了9毛已经属于很贵的了 其实这个brezza呢 它是属于我们巴登州 就是巴登 Bredenberg州这里的 巴弗州嘛 一般我们都会讲巴弗州的特色 一般地方他们在德国 任何地方你都可以买到 但是每个地方做法不一样 我们这里是最真宗的 巴伐利亚就是 墨尼海里边它也有 但是跟我们做法是很不一样的 每个地方就像 中国人蒸包子 每个地方包子都不一样 像有上海的是青菜香菇包 像天青的狗笔包子 就是每个地方 每个地方的特色 但是呢我们这地方呢 它是这样子的很苗条的 有的我婆婆和我们这里 就相差两个小时的车程 完全不一样 而且呢今天我们还给大家看一下就是 白香肠 白香肠就是 一般正常的来过德国之后 他们都会说你没有尝过德国的香肠 德国的白香肠是他们早餐或者是午餐的 就是最基本呢都会吃的一道 就是早餐的菜 这就是德国的白香肠 德国人一般都喜欢 激素 所以你一般买的时候呢 你的这些东西啊 它是5啊3啊 一般正常都是5 3就是5 7这样子的 其实这个白香肠的话 你看刚才我老公倒的是这个热水 如果你要放锅里头 煮的很长时间 它会爆开来 那就香味就 味道就跑掉了嘛 就像饺子一样的 最好是不要让它跑掉 德国人的早上的话 他们一般也都是以咖啡为主 但是岁数大一点的人呢 他们一般会喜欢喝茶 但他们喝茶一般都喜欢喝红茶 我婆婆他们就喜欢喝红茶 我老公是喝咖啡 没有咖啡那是一天 你不要让他工作了 整天是昏昏沉沉的 其实就是有练上瘾了嘛 他们的咖啡很简单 不是素融的 你在德国你也可以买到素融咖啡 但是他们一般都会喜欢买到咖啡粉 或者是咖啡豆 我家有两种 一个是像喝的比较多的 我们就买了咖啡粉 喝的比较少的 礼拜一到礼拜五 我们家它一般就会用我们家的咖啡机 咖啡机这里的话它就是咖啡豆 咖啡豆正常我们都买意大利的 但是咖啡粉我们买的是德国的 给大家看看啊 这个是我们这里面的黑森林 以前他这个帽子我就觉得很滑稽 很多球啊在上头 就是他们黑森林的一种传统的帽子 我老公跟我讲 他说这个黑森林可是我们巴登州的 不是其他很多的 我刚才说成是巴伐利亚的了 我老公说不是的 这是血肠 其实大家都会认为 血肠啊还有猪肝肠啊 他们德国人都会吃 不是的 德国人跟中国人一样的 不代表有就像有的人喜欢吃香菜 有的人不喜欢吃香菜 但德国人我老公不吃这个的 我是吃的 现在我们准备出去骑自行车 外面16度 相比昨天真的是太舒服了 所以我们今天打算骑40公里 我觉得40公里我要骑趴下了 趁着好天气赶紧出去运动运动吧 明天又开始奋断 扛砖搬米了 你好 你看看 看这里它是大棚里头种的是花 我们这边种花还挺多的 德国的水果很便宜 不管是热带的还是什么都挺便宜的 德国生活生活费很低的 现在我们到了我们以前住的这个村 你看这边很多的公寓在建造 还挺贵的呢 这里 这边有一家老人院好像是 马上看见飞机了 飞机降落了 因为前面就是机场 我们以前住的地方是我们家的阳台 可以看到机场很清楚很清楚 看这个飞机 看有人用树桩雕刻的人头 前面还有好像是他们说这里有 什么怪物之类的 也是一种传说嘛 现在我们在森林里头 前面那个就是我们家的欧巴 这里又有一个 前面还有呢 带给大家去看看 这边一个小人 你说大白天的还好 你说大晚上的也挺吓人的呢 是吧 坐着呢 然后这个地方 也有人木雕刻的 还挺多的 在这森林里头 你都会觉得 哎呀德国没有多少人 这里头也不会有多少人 但是你会发现到处都有走路的人 骑自行车的人 跑步的人 现在春天还没有正式到来 所以这些都是枯树 经过这边是足球场 但是不是足球场 这个是一个什么什么大球场 但是这边是足球场 晚上的时候它灯都很亮的 反正这个地方叫体育中心 现在我们到了欧布尔一庭 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地铁站 你看 看这边小花都已经开了 挺漂亮的 骑的真的是屁股屯子 我老公又来了这个科罗地亚餐厅呢 看这边风景还是挺美的 今天天气好 让大家看看这个时候 是这个样子的 等到真正的春天 5月份的时候 真的是太漂亮了 大家一定要来德国旅游 特别是德国的南部 这家生意一直都那么好 就是吃的东西 现在贵了 而且还没有科罗地亚的那种烧烤 所以我们不想在大家吃饭 自行车有专门停自行车的地方 我们坐下来了 我们家已经把啤酒拿来了 这里是自助式的去取 所以他这里不用看你的疫苗 也不用看你的卡 你的居住卡 你的身份证 换了个地方 刚才那边风太大了 我们家我爸不喜欢 这边还可以看电视呢 现在人比较少 这边都空掉了 有点凉受 一杯啤酒到现在才喝完 冷死了 天越来越冷 你看我们都穿棉袄 我们家我爸也穿着棉袄 刚才还戴帽子 冻死了 就怕就把头冻掉了 为什么他要穿呢 因为他头上没几根头发了 本来我们要去到对面去的地方 结果修路 我们打算今天晚上不在家吃饭了 到咖啡厅去吃的东西 反正那里吃的不贵 就喝的贵 那我们就吃吃的 不喝喝的 就是这里咖啡厅 上次我过生日的时候 也是到这家来吃的 因为他家我老公闺女喜欢这个地方 看这个地方 人还挺多的 看我们进去了 今天进来不用等待 直接进去 我们进来了还是要看的 要看 有 我们到里面去 跟着他走 我们到里面去了 走到里面去了 走到里面 OK 谢谢 我们坐在这 其实刚才骑自行车 撵着洞 洞得很红 风比较大 而且骑自行车回来的时候 不过就是下火 但我这边生意还是挺好的 到这种地方来 其实有点像快餐性 但是 你感觉比较好一点 因为你感觉这里头 有生活的气息 很热闹 我还是挺喜欢这地方的 我老公手烫死了 那这地方人还挺多的 我老公想喝一瓶白葡萄酒 这里的白葡萄酒 才15块多 价格又不贵 价格又不贵 吃一点简单的 家里头没有菜了 我老公想吃沙拉嘛 所以家里没菜 首先出来吃得了 他这里金 他有猴子47呢 只要6.5元 它是别的喝的比较贵 它是别的喝的比较贵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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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吃的来了 吃了 吃了 他给了一点奶呢 全倒进去沙的 我隔壁有一个小孩子 小宝宝 婴儿 真的最多月子都没有满 一直在那哭 给我老公尝一个这个 来 好吃吗 嗯 不知不觉我们一瓶白葡萄酒 都要结束了 人家这个地方人还是挺多的 看看我们的酒 没有了这里的冰块 看人家这个地方 我觉得我挺喜欢像这样的地方的 可以放松 不用那种吃饭都谨慎的不得了 我还是马达哈一个 粗人比较是适应在粗人的地方 看我老公又点了他的 这个是 金汤蜜 这是 猫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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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这个是 刚才我们在喝这个的时候 有个小孩子 瞪着大眼睛过来看我们俩 好像没见过这样的外星人 给我愣死了 好小一个小女孩 其实这个 汤泥水 蛮好的 喝完了 我老公这里头也喝完了 我尝了几口 而且是挺好喝的 他这里放的金酒比较多一点 不像有的地方 金酒一丢丢都是汤泥水 现在我们准备买单回家咯 人家这个地方人还是可以的 都是年轻人 我们要赶紧快点回家吧 刚才我上卫生间了 我老公结账了 我们 我老公吃了一个汉堡 我吃了一个通心粉 加 就是虾 还有一瓶白葡萄酒 一杯金汤粒 一共花了50块钱 你看这么多才50块钱 走了 你看这个白葡萄酒 还不错呢 回家吧 走吧 现在我们回家来看 这熊熊大火是用燃气做的 这地方吃饭真的一点都不贵 就是这个地方咖啡的时候 夏天的时候可以做到外头更爽 每次都要带他多出去 他要多接触接触 因为在他家里头 他跟他的老妈也不出去 小孩子们要多出去接触接触 到家了又是一个温暖的地方 我的衣服还没洗好 那我赶紧下楼去吧 洗个床单被套给晾起来 下个星期老公归女过来了 赶紧的给他准备好 洗好了 老公明天早上八点钟 他们公司的人过来接他 就到机场去了 九点多钟的飞机 你看这是昨天晚上给他洗的 衬衣也干了 像衬衣的话 你看洗的话他就不用孕了 我们家他也没有那么多要求 我也比较懒 所以都没有孕 这些都是我工作用的衣服 什么裤子 还穿两条呢 没办法 怕冷 就是工作裤 牛仔裤 这个裤子啊 我觉得李维斯的裤子 真的是 尽量也不咋地 你看这个 就是19年在美国的时候买的 你看这个 还是skinning的那种 你看李维斯的 不好 我们家他的大裤腿 重的宽的不得了 跟我的不能比 我跟他比起来 我这就是孩子裤子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一辈子 一辈子 真的是要开开心心去玩 一辈子 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 所以呢 把握住每一天 开心的过好每一天 过好每一个周末 该玩玩 该工作就工作 不要想那么多 因为你想多了也没有用 活在当下 开心就好 我希望我的所有朋友们 或者是看我视频的朋友们 天天开心 就是活在当下 珍惜你身边的人 然后就是不要亏待自己 也不要亏待爱你的人 好了 咱们明天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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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